我打破了 我打破了 一刀 四剑之斤 Let's Unboxer 我是 多鳳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就是 mini action series 拖索大帽 這隻鬥障大帽是我超級機械人大戰裏 數一數二喜歡用的機體 因為它的招式非常有型 因為它用空手道來製作主要的武器 另外有雙龍棍 刀刀叉叉的東西 都有功夫的味道 相當有型 最重要的是 配這個主角龍棍一次的聲優 就是阿刀最喜歡的大前輩 神谷明先生 所以加了不少分數 機械人大戰裏 若果它有份參戰 我基本上都會放它上前線 加上阿刀之前非常推舉 非常高評價的 香港本土品牌Action Toys 最新推出的新產品 一波三折 原本是上年年尾出的 不斷延期延期延期 到今年2020年1月才可以拿貨 外面炒到飛天 事不宜遲 馬上和大家開來玩玩 先 OK 因為它始終變形變成貨櫃車 沒有之前玩的V型 超力金毛絲王 有分體變形的 那麼複雜 眼看都非常簡潔乾淨 OK 讓大家看看 很帥 讓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很多機關 很多蓋可以掀起 稍後再試一下 好 首先 初步試試關節先 手臂 嘩 多厲害 因為這隻不需要分體 合體變形 說了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更厲害 好 腰 嘩 正 好 飛腿 裙板 兩邊 可以掀起 所以可以 起一個很高的高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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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為什麼要扮拳四郎 因為 神曲命老師 其實同時也是拳四郎的配音 所以 雖然不太有關 隨便吧 嘩 總之玩得開心就行了 嘩 真的很厲害 嘩 嘩 天長十字縫都出到了 嘩 超棒 這隻 之所以這麼厲害 因為它還可以拉下來 有一格拉下來 所以 嘩 如果你再拉下來 還可以再踢高一點 嘩 嘩 相當之厲害 嘩 好帥 武器方面 有這把雙剃刀 相當靚仔 瀟灑 嘩 嘩 嘩 好帥 還有一支棍之外 還有一支拐 這次 又附送了兩把武器 唯一可惜就是 沒有了它最常用的三龍棍 我最喜歡的三折棍武器 還差一點 不過 也很棒 好 之後還有一款Paxe 就是出絕招 W Freezer 那時候的雙窩輪 不過這個就要換件了 首先把黃色的胸口拔起 之後 將這把大風扇刺進去 就要出到這個 JAMURU Freezer 到 嘩 好 最後和大家玩一下變形 先 逐步來 首先 拔掉拳頭 還有 把背部的背囊 要拔走 頸要拔長 嘩 真的等到頸都長了 好 接著呢 兩隻手就推上來 好 那條腰這裡 就拔出來 接著呢 這隻手呢 就拔滑正 嘩 嘩 在個位置塌塌陷 好正 好治癒的感覺 接著呢 腳呢 就在這裏拔下來 好 腳這裏呢 就這樣拔出來 變成貨櫃 它裏面這塊呢 都一樣要蓋出來的 好 就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提提大家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那個鉗呢 就比較薄些 小心弄斷 這個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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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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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非常之小心 因為 真的很容易斷 大家 真的要走著 慢慢來 好 基本的貨櫃形 就出來了 由於 以前的卡控片 很多時候 變形的大小 其實都 不及邏輯 所以 它要換部份 我覺得是有可原的 沒有理由 變貨車的背包 那麼大 變機器人 然後縮小 所以我覺得是有可原的 先把背包裝進去 不過這些全部都弄得一般 哇 這些又是超級危險 好像斷了 哇 好可怕 這次的東西全部要就著玩 好 之後呢 打開背包 就向前吸 好 這些位置呢 就要慢慢調校 因為它那個 筍做得很短 那些位置都不是卡得很實 都會鬆下鬆下 要浪費少許時間 去調校好它 但是 玩的時候要很小心 像筍做得很脆弱 大概貨車型就是這樣 好 另外 頭部也要搞的 太搞笑了 大家來時新年流流 不吉利 那樣 就幫它 先關上蓋子 老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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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大武士的Tryzer 一個貨櫃車 它每次都很瘋 在那個 局部裡面 這個懸崖 不是局部懸崖 裡面 就衝出它的海 然後呢 在途中變形 很瘋的 但是呢 偶像呢 配得很幼形 所以覺得就沒什麼 好 這裏說了一點點 因為大家都看到 就是車頭 是很不適合尺寸 正常的車頭 要去到這麼大才對 所以很奇怪 反正 你這隻也做不到完全變形 因為始終 它的 以前70年代 80年代的卡控片機械人 比例都很隨意 很不合邏輯 所以它做不到完全變形 它在背包也要換件 講開要換件 漏了這個Pax 還有一個圈子 遮蓋面 就齊全了 剛剛講的 你也看到 要加圈子 又要加背包 其實這隻東西 做不到完全變形 不如你做一個 不可以變形的 很大的車頭給我 我換了它就會順眼很多 反正 你現在也要給我多個Pax 給我換車頭的圈子 不如你給一個大的頭 一個沒有一個 不用變形的 也不用摺上臉 就是給我一個車頭 那就會完美很多 現在變了 比例就很差 變了貨櫃車很肉酸 盡量保持機械人 我機械人是無敵的 但是車的比例就很怪 還有一件東西 給大家看看 嘩 好害怕 你看看 我已經 白痕了 所以這次呢 這個質量好像差了一點點 嘩 再屈一點點就整塊斷了 今天的爆箱指數 7分 應該分兩個部分去說 如果機械人 就真的無敵 如果只是機械人 我可以給8至9分 可惜就是 Trizer 貨車 真的差一點 剛才大家看到 一是 比例很有問題 二來就是 這隻公仔 整體而言 那些上色 還有那些膠 都比上次比較順色 你看到很多位置 有白痕 上不觸摸 脫摸的情況出現 加上這次的膠 有點差 看到很多披口位 或者 剛才屈多兩屈 那些摺的位置 其實都起了白邊 也有點危機 因為 其實這隻公仔 都一波三折 都延期了幾次 延期了幾個月 才能出現 即是因為 始終廠方都心急 拖大家這麼久 所以這隻好像 就有少少脫落 不過 整體來說 如果208元 都是那句 那些屎賄仔 208元 你哪有話可說 只不過就是 之前V型 超力 C王 那幾隻 就太出色了 相較之下 這隻不知不知 可能趕工 就比較有少少實色 這隻 很老實 就沒有訂 雖然這隻 我是最喜歡 但因為當時 真的 你預計不到 這一個公司的系列 會這麼受歡迎 每一隻都炒 變成這隻 我就沒有訂 我心想 鬥障大武士 這麼冷滿 就要香港公司出 應該都沒什麼 怎知道 炒到瘋 新年前 我在街上 真的不見有現貨 網上炒到 四百多元 一隻 都買都要三百五十元 誰叫自己 那時候懶不訂 那就沒辦法 我真的很喜歡鬥障大武士 貴一點也要硬吃 雖然這隻有少少瑕疵 不過 如果喜歡懷舊的 變形機械人 喜歡超級機械人 大戰的作品 朋友 兄弟們 都仍然是推介大家 可以入手 當然 盡量就起這個 可接受的範圍 難道二百多元的東西 炒到五六百元 你都照買嗎 今集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記住 買到變窮鬼 最怕你不看 我們是 爆傷兄弟